對 你看 作為這個藝人 平常時間也會比較少 都會有自己的朋友圈 最近好像這個 歐弟跟前鋒就加入了一個 巨大的朋友圈 我們是旁賣郎全球明星粉絲會 那只加入一個朋友圈 對 你也在裡面 那你現在跟朋友的聯繫 主要是靠什麼 或者是微信 但你微信大概有多少個人 聯絡人 我數了一下 居然破版了 居然破版了 宋哥看看你的 我的 對 哇 你都用 你用 而且你用的還是彎曲版的耶 剛要做彎 我看你這個 有9百 水貨了吧 985人 你看看田園的吧 看田園的 哇 你用的是Plus 他在天園 他在刷幾千 1046人 1046 天啊 小五 小五 應該 我也 哇 情侶心哦 對 哇 酷的 你看你有多少人 你有多少人 你有多少人 我 我只有我老婆一個人 呸 我沒你這麼和諧 小五那有多少人 這樣講回去 448 448 400多人啊 潘格林多少人 我差不多200多一點點 哦 因為我們這個天天下場節目組就有四五十個人 哦 然後再加上越測越開心節目組大概有二三十個人 700 我大概也就100多人吧 哎 那我覺得我裡面的人太多了 我大成都刪掉就留你一個人 哦 你先說清楚 首先你有他的微信嗎 不如先加個微信嘛 你一定要有微信 你就是這樣留才留到一千多人的 對 所以你現在好像不發微博對不對 對 然後也不發朋友圈為什麼 Instagram 嗯 為什麼 就是 不喜歡 你是不是覺得就是 每天曬一下自己吃什麼呀 穿什麼呀 覺得特別 沒什麼太多意義還是怎樣 真的 可能 可能就是 不太屬於主動分享型吧 他肯定一直在吃 就是像朋友聊天啊 問到啊 也會 也會分享 但是不太屬於主動分享 那我們來問貝 但是你的那些朋友其實都挺仗義的 對 我其實私底下 像跟朋友之間聊天的話 也會發一些 比如說自己很奇怪的一些照片啊 像我們這邊會說 哦 我們來看看他的朋友 會怎麼分享他呢 哦 這個是他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覺得他的態度是有一個 由黑轉路人 然後轉成的這麼一個過程 他們這個舞台很介紹 結果我喜歡他在舞台上的 介紹 我跟他其實是一代人 我們的成長 跟這個時代都是貼在一起的 第一次 看見春春 是和媽媽一起看超級女生 沒有 你們如果想照顧我 以後 我會遇到她 這不是那個 阿不會小的 在一起 我會遇到她 你會遇到她 我會遇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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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感覺到 對方的磁場 會 會是覺得是 磁場 她給我的第一印象 因為說是 原來是落寡 我們都不喜歡去參加那種 那種 說話說不來的感覺 很多落後的音樂 有種平衡 今天跟春春認識已經發展過了 在這八年裡 我自己看了春春一天一天成長 變得可愛自信 最重要我覺得她在音樂裡 更多的釋放自己的能量 不再像過去那種 一言不發 一個小孩的感覺 第一次見到李宇春的時候 怎麼會想到她可以成為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演員 我跟春春說過 你是有力量的 你真的被改變世界了 確實 我不是被改變世界了 我第一次見到春春呢 是她的拍成果心的辦公室 聽不到我來 她都是低著頭 然後呢 好像講了兩段話 第一段話就是 好的 然後第二次就說 我回去看看 跟她合作呢 說真的真的 開始時真的都有太大信心 不過呢 我發現她可能她不知道 她有先天 有一點 有一點 本身 懂拍戲 我記得是拍打 我們都說 有幾個打 難度高的可以提升她 然後她一來開打就講說 我不要提升 我要自己打 如果打的那種動作 結果拍了三天 她真的要休息一點 她不喜歡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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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六歲 請六歲請六歲請六歲 請六歲請六歲請六歲 請六歲請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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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咖 都是 周迅拍的時候 我估計是在這個下面 點了一個蠟燭 光線特別的講究 包括像賴生川先生啊 陳導演啊 對 都跟你有很好很好的合作 嗯 演話劇應該是你 在電影之外的一個 非常大的突破的一個嘗試 因為我去看過那場話劇嘛 嗯 幾個小時啊 七八個小時啊 也很可怕 也太棒 你覺得 自己當時拿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能拿得下來嗎 我當時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是覺得 根本就不可能 對 因為這個劇本很厚 然後 它裡面寫的這種 就是話劇的這種寫法 其實我不太看得懂 因為它都有這個 比如說東北的燈亮 嗯 然後西南的燈 西下午 這樣子 就是當時會很暈 嗯 第二次出現暈了 嗯 暈暈的拿這個劇本 暈暈的就演了 哈哈哈 然後後來我其實是 因為見了賴老師本人以後 在跟他的聊天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這個人 有很強大的一種能量 對 對 他其實沒有太多的跟我聊 這個劇本聲 他跟我聊了一些 關於醫生的一些話題 嗯 問我周圍有沒有醫生的朋友啊 這樣的 我就覺得他身上去大的那種能量 一定是可以帶給我很多很多的 呃 我覺得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的一些東西 嗯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次難得的機會 跟他學習 所以我很珍惜這樣 因為這個劇大家去看過嗎 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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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去看過裡面有一大段戲就是 情緒爆發的那種 罵人的那個那個那個戲 噢 憋的時候會不會 會 會 那段戲應該是我在排練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 呃 就突然是卡住了 很難嗎那段戲 罵不下去了 因為我沒有那樣就是 没有人要骂过人 没有人要骂过人 没有那么恨的人 对 我给你们找了一个 来 孙芬 你是个演员 你是个演员 你是上海戏剧学院 就是演话剧出生的一个演员 而且你本来是一个小生 你要记得 对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演员 对 好 就是找骂的那种 对 春春饰演的是一个实习医生 对 刚刚毕业 叫小梅 对 他是一个五号先生 五号先生 五号病毒 五号病毒 好 然后现在你们对个戏 在现场 敞开了吗 我要躺下吗 不用 不用躺下 我们就想对你鞠躬了 你知道 你还是别躺下吧 来吧 开始 来 五号先生有台词的 五号先生的台词 就一句吧好像 哪一句 就是最后一句 你把我吵醒 好 好 那我就印象一下情绪 对 一句词很有情绪 那当然专业演员 这个戏就是我每天都去照顾他 是 可是每天都 他都挤兑我 对 然后终于有一天 我再给他盖完毯子以后 他就让我 一直 你可以滚了 对 然后我就默默地走了几步 本来以为要 又是跟平时一样回家了 然后突然转过来 就开马 五号先生 你很转啊 我 我只是想接近你了解你 结果你他妈的好无聊 你以为你得了一个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 那边就了不起 我靠 我靠 无聊 你把我瞧醒啊 是 那又怎样 我牺牲我的睡眠时间 有点生疏 我牺牲我的睡眠时间来陪你 我仔细研究你所有的答案 我愿意听你说 你就这样子 高贵 了不起 好啊 你就继续这样孤独下床了 我就祝你好好地享受你 孤独的生命 好 好不赢啊 好不赢啊 我们要骂前床了 对 五号先生 你骂前床了 五号先生 你骂前床了 我只是想接近你了解你 结果你的骂前床了 毫无反应 好无聊 你以为你得了一个全世界都没人得的病吗 就了不起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 活该 我告诉你 你这个病全世界都懂 那就是神经病 好不赢啊 好不赢啊 我是不赢啊 你是不是觉得你被我们骂很爽啊 一点都不爽 傻 你不应该说 你把我们跑选啊 说你们说的对 对 当时你看你平常 因为我很了解春春 春春平常其实讲话都很斯文 对 怎么过这一关呢 对 就刚才那些词 谢谢 导演怎么刺激你 我在海练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讲到 哒哒哒哒 然后就突然卡住 因为我就觉得我继续不下去了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很大声了 可是他这个情绪是一连串的 一直要往上 一个爆发 对 然后好像是连珠炮一样这样出来 所以我就 一个是台词的部分会坎坷 另外一个就是情绪爆发 我觉得我已经 刚开头的时候 我的声音就很大了 我都不知道到最后应该要再多 就到了一个什么爆点 对 对 这个其实挺难穿过的 因为你要在这么多人面前 做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么多人在看 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在哪里 在北京 保里 对 上场之前会不会那个心跳 我本来以为是的 结果还好 我想就是 这个就是赖老师他为什么 之前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们大概提前了几个月 好几个月 具体我记得是在前一年冬天的时候 就开始台词就出现 给大家集结 对 然后就是每天下午2点钟到晚上10点钟 跟演出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八小时 对 每天 每天 而且在那个就是七九八的一个剧场里面 那个地方非常冷 然后每天的排练都非常非常坚固 但后来在公演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的苛刻的一个要求 就是因为其实在公演的时候 我并没有我自己想干那么紧张 因为一切都好像很流畅 很熟悉 就是就把公演的那一天 也当做七九八那个剧场的一天了 对 就习以为常 习惯 习以为常 你看春春到目前为止出道九年 出那么多专辑演电影 然后演唱会 我觉得最欣赏他一个地方 你看这么红了 然后这么生活已经很快乐对不对 他就不像有一些艺人会去夜店 不要乱指 没有问题摇摆我的身体 六号先生 你很转 你以为你很转啊 对 他 真的就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不良的 对 一些传闻 完全没有 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 我们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你这么多年 出道第十个年头了 对 有自己的品牌 你怎么打理你自己的这些赚来的这些钱 交给爸爸妈妈 十年前差不多是这样 05年06年的时候 因为我是知道的 对 差不多都是爸爸妈妈 对 现在怎么自己打理 我其实整个前五年 都是不打理 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 我妈妈在管理 然后 是因为开始成立了自己工作时以后 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然后会开始就是 学习 重新学习 其实我觉得我在经济方面 没有太多的天分 因为我其实有 是 因为我强迫症嘛 我希望自己 好像各方面都 相对优秀一点 所以呢 我会请你才准备 带来给我上课